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系列好像是叫remix吧 它可以跟其他所有的这种手链都可以连在一起 然后当一个项链也可以 当时导购小姐姐是这么告诉我的 这整体是银色的 然后跟水钻拼接的 银色的桃鲜 这里还有一个浅粉色的crystal 这里有一个love 我比较种草这个原因是 我觉得这个手链非常的好戴 因为它这是吸铁的这种链 你着急出门的时候也非常方便 只要它俩一吸上 然后就戴好了 戴好以后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圆的球 一半是水钻的 一半是这种普通面的 夏天戴这种手链就比较清爽 不会太沉重的感觉 那这条手链它原价是99到澳币 打了一个半折就是49块5澳币 非常的值 我觉得黑五的时候就应该买原价比较贵的产品 那我还在他家买了戒指 就是这一个 它是这种多层的这种戒指 水钻跟玫瑰金搭配的 有一个双层上面有一个突出来的这个水钻 我还挺喜欢这种就是比较不规则的这种戒指 然后有一点点夸张的这种 它看起来有一点歪是不是 但其实它就是这种设计 就还挺好看的 这种双层的就是显得比较大气 我一般戴戒指就是喜欢戴一个比较夸张的 然后旁边再戴一个细的就是balance一下 我觉得这个戒指很好看 这两层水钻超级的亮 这个水钻是一整圈都有的 我超级喜欢这一个 这个戒指原价是199刀 打了个75% off 最后也是49块5澳币 超级划算有没有 那最后一个在他家买的戒指呢 是这一个 是这个多层的银色的 银色跟水钻拼接的 它这样侧过来看还是有一点 就是不规则凸起的这种 戴在手上是这个效果的 然后从这样侧面看 它是凸起的 然后它这个水钻呢 就是前面有 后面就没有了 超级的闪亮 放在这个黑色绒布里 显得它更亮 这个戒指会不会有点夸张 戴出去觉得 哎呀好贵气的感觉 这个原价更贵 这个原价要249刀 打完折以后是62刀 也是超级划算 哎呀我觉得超好看的也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Kate's Bay家买的一些东西 在这次黑五之前 我从来都没有在Kate's Bay家 他们家买过东西 都是去他们家店里看过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一直也没有下手 那这次就趁这个机会 这次我买的也是 他们家的一个首饰 然后还配一个这种粉色 加绿色带子的这种小袋子 那在他家买的这个手链呢 是这种星星月亮元素的这种手链 就是这种细的单的这种手链 然后它上面呢有很多的这种details 有这种小珍珠啊 星星 然后这是一颗大的六芒星 还有一些这种小小的水钻 它的这个code上面呢 也有他们家这个陶芯的元素 就是他们家logo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他家手链这个details做得很好 就是它有三个这种小圈圈 按照你的手腕粗细 然后可以调节的这种还挺好的 这款手链打完折差不多是70刀 但是原价我有一点忘了 我记得他们家是打了一个20% off 就是原价 大家可以再回去算一下 我觉得他家首饰还做的 就是做工还真的挺不错的 然后也是很亮的这种 跟刚才这个施华洛士奇的这个金色相比起来 Case Bay他们家这个金色就属于 比较正的这种金色 那施华洛士奇这个配色 它是那种有点玫瑰金的颜色 那Case Bay他们家来的时候 我们都是有一个绿色四叶草的这种纸包的 然后还贴了一个他们家的logo 就很可爱 在他家还买了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晶晶亮的这种卡包 我之前那个卡包分享包包的时候 它会有时候出来客串 Prada的那个小卡包 它已经我觉得快不行了 我觉得它快下岗了 我已经用了快四五年了吧 用了很久了 它都有一点松了 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小卡包 说实在吧 这都是理由 其实还可以用 就是为买东西又找一个借口 Anyway 这个小卡包超级的好看 bling bling的 全部是这种闪闪的 跟它这个银色logo拼接的 前面有两个小卡槽 中间有一个大的 背后呢还有两个 非常有节日气氛有没有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们的圣诞限量还是什么 这款原价它大概是八十多刀 打完折呢是六十三刀 我好喜欢这一款哦 太闪亮了 然后又是跟这种粉色配色 简直就是为我设计的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潘多拉他们家的饰品 对怎么能错过潘多拉家的饰品呢 他们家打折一定得入完 我很喜欢潘多拉家的饰品 我一般戴的这个戒指就是潘多拉家的 我觉得它家质量真的很不错 首先是这一个 我这次买的呢全都是这种吊坠 这一个手环呢是以前我买一个项链 然后它赠的 那这两个粉色花的这个呢是以前买 这次买的是这三个 这三个玫瑰金的小吊坠 第一个是这种甜甜圈的这个 它这个中间呢有一颗比较亮的这个 好几颗水钻拼起来的 然后还买了一个这种球球的 中间这个镂空的这个球吊坠这样的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全钻的这么一个小环 我这个手环这里是玫瑰金的颜色嘛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这种玫瑰金的这种小吊式 趁这次打车赶紧把这些玫瑰金的小吊坠 都给它入了 跟你说这就是商家的策略 你买一个项链送你一个手环 你不就得买更多的小吊坠把它充满吗 一个卡布奇诺的这么一个小杯子 超级可爱的我跟你说 它这里还有一个杯子的小瓣 还有一个拐棍糖 上面是一些奶油 真的是太会了 太可爱了吧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喝咖啡的一个人 我看到这个我就立马就下单了 他们家的银色的制品是会有一点掉色的 这其他的都是我之前买的 然后跟这个最新买的对比一下 这个最新的它颜色是比较亮的 然后其他有一点点暗淡 但是他们家有一个服务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拿去他们的店里去洗 它会要求你添一些基本信息 比如说你的名字 e-mail 电话什么 它还会给你的这个产品复印一张 贴在那一张单子下面 避免拿错什么的 过两天再去取 然后它就给你洗好了 就会比较亮了 潘多拉他们家在黑五的时候 打的是20%澳 所以还便宜挺多的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我在黑五前几天的时候 把大部分澳洲会打折的一些产品信息呢 我都总结放在小红书上面了 我觉得放一个集合的话 会对大家应该有一些帮助 就是我想买什么 做做功课之类的 之后我也会把一些澳洲的 这些产品打折信息呢 做一些汇总放在小红书上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关注我小红书哦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Too Faced这一款 姜秉仁的House Party这一个套装 我跟大家说 这个套装我真的等了太久太久了 从10月份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们会出一些套装 肯定特别精彩 我就一直刷MECA的官网 刷了得有两个月了吧 就是我一直都刷不到这一个套装 真的非常着急 我又去搜美国的斯芙兰 然后他们都已经 就全部的套装都已经放上来了 然后澳洲的MECA就没有声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套装它产品还挺多 然后呢价格又非常的划算 我就非常期待这一个套装 好在黑五之前 我还发了个小红书 我就在那抱怨 我说为什么MECA就是不上这一套 真的很心塞 好多小伙伴也给我回复说 哎他们也是一样心情 非常着急 他们也很想要这一套 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事忘了 因为我觉得应该没戏了吧 都到黑五了 都没有上这一款就算了 后来有个小伙伴给我回复小红书 他说MECA不是已经上了吗 我就手刀上网去MECA去看 这一套是89刀 我二话没说就把它吓掉了 那首先在它盒子里最上面放了三个 这一支是很热门的一个吧 有点棕红色系的唇釉 还有一个5克的Eye Primer Eye Shadow Primer 然后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非常经典的 Better Than Sex的这个Mascara 好那重点来了 是这一套 我非常的开心 我能买到这一个套装 那它里面呢一共有三个盘 那首先来看这个最大的眼影盘 这个包装超级可爱 这个姜饼人拿着一个礼物 然后准备出门 小狗狗在窗口看着它 这里还有一些糖果啊 还有一些糖霜dropping下来的这个样子 那里面就长这样 这颜色是不是非常的实用 我之所以很想要这个套装原因呢 就是它这个配色是很实用的 买了也不会浪费的 它的颜色呢其实都是大地色系为主的 有一个对我们亚洲人来说不是很实用的黑色 还有一个这种偏绿的这种深色 一个紫色还有一个这个珠光色 可能有一点不太适合大多数人吧 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两颗冷色系的这个深色之外 其他的我觉得我都可以用得上 非常好看的一盘欸 这个颜色它是那种人鱼鸡的颜色 有一点蜜桃色 金金粉粉的 我今天不给大家试色 之后我想做一整个视频 就是专门来review他们家的这一个套装的 接下来是这个屋顶 就是这个夹彩盘 这个包装真的是很可爱 很好看啊 很有圣诞气息啊 打开 一个修容 腮红 一个高光 我觉得这个高光呢 不是很适合白西皮 因为这个高光它有一点金 然后有一点点深 但是也可以把它当做眼影 眼头打亮啊什么 这是完全ok的 那它这个套装里 我觉得我最期待的一盘就是这个 那这一盘的特别之处呢 就是它里面全部都是glitter 超级闪亮 就是我的菜啊 它这里面有四颗glitter 剩下是两颗是MAP质地的 这是满满的圣诞气息啊 擦一个这个glitter 然后就可以去参加party了 虽然MECA他们家不参加任何的折扣 但是我觉得一共是六样产品要89刀 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而且这个 而且这个圣诞套装是非常的抢手的 因为我下单完的第二三天的时候 MECA它就没货了 但是但是昨天我在网站看的时候 它居然又上货了 想买这一套的小伙伴们 你们赶紧啊 这次我在MECA家买完东西之后 送了我一个睫毛膏 这是Seate London他们家的 接下来呢是我在David Jones他们家买到的这个 植村秀的卸妆油 这瓶它叫净透换颜结颜油 包装是紫色的 然后里面这一瓶也是紫色的 很好看 我买它主要是为了清洁毛孔的 用这种结颜油呢 可以把黑头就是给慢慢揉出来 比起其他清洁黑头的方式呢 这个方式我觉得相对来说 对皮肤的伤害会减少一些 我平时卸妆的话 我会用Eron的那个卸妆膏 那个卸妆膏卸的已经很干净了 那这一个呢我就是搭配着用来清洁黑头这样 我不会拿它来卸全脸 我怕会起痘痘啊什么 这是150毫升超大一瓶 那最后呢就是香奈尔家的他们家两个产品 那一个是我种草了很久的一个他们家的唇膏 最近比较新出的这一个 叫Coco Flash 包装是长这样的 它这个头是有一点有点像万花筒的这样 然后是这种方方的 我选的色号是70 Attitude 它这个颜色是比较偏那种霉红色 里面是带闪粉 给大家试色 它这个口红是属于比较透的颜色 不会很饱和 有点像润唇膏似的 然后里面会有很细微的细闪 看不太出来 我当时也是被小红书上的一个图片给种草了 现在小红书的作者都太厉害了 就那些图片拍的都真的是让你非常的心动 我觉得这个很好看 就是上嘴会很水润的颜色 我还买了一个小奈儿的香水 这个是Coco小姐的 那这个香水它是属于淡香水 这个EDT 是比较清淡的味道 这里一共是三个这种小的 可以替换 那它主要的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瓶子可以随身带的这种 还挺轻便的 然后上面就是logo 非常的奢华 它这个只要一转出来 然后一提 然后这个就出来了 这就是它的替换妆 我一直觉得香奈儿家的香水特别的重 然后我就是也不太敢尝试它们家的香水 那这一款呢 它是比较清淡的味道 主要呢是佛手干跟柑橘的味道 还有一些东方茉莉和玫瑰花瓣的香味 那我之所以买这一款呢 我觉得是它里面有三个这种 20毫升的那种小瓶装呢 就是也不怕用不完浪费什么的 那在David Jones家买到的这三样产品呢 都是原价买到的 它没有任何的折扣 当时David Jones有一个活动 在beauty section 如果你买到150刀的话 它会送你一个25刀的礼品卡 但是我自己看错了 它是说不包括香奈儿啊 Tom Ford这些大牌子 一下买了香奈儿的两个产品 但是还无所谓啊 本来是想要的嘛 植村秀的节眼油呢要50刀澳币 香奈儿的香水呢要145刀澳币 最后香奈儿的这个唇膏呢 要53刀 那以上呢就是我黑屋买到的 所有的战利品了 如果你看的爽的话 麻烦帮我点个赞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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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